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是三个中产党时间 今天又是讲股市 因为看新闻 头条的说法是 David Webb再發工四月一隻瓶危港股 上次是迷網股,今次是瓶危股,有什麼分別? 我想說為什麼這些很適合在這裡說 我覺得香港的古壇好像東邪西毒一樣 我告訴你一般人怎麼說 他高傲,但責心人厚 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我們大師也是在古壇裏面 你怎麼大症呢? David Webb這次其實也是擇身人口 因為他其實說如果你保留意見 他講了四十一隻保留意見 就是會計師不肯揹股票 他就說如果你這樣,其實你只是殺了病人 你也不給他救 這次真的是擇身人口 但是我有一個朋友,他有一隻股票 就是1007龍輝 真的被他殺錯了良民 因為他其實是重組了 即是那隻股票保留意見,就是貧林倒閉 但是我朋友就把他的公司租進去 公司每年賺好 有幾十間餐廳,有九十幾間餐廳 每年賺好幾千萬的,行兩三千萬 就租進去他的公司 所以就重組當新公司 正間被他租一新的能力 他只是當新公司上市 當新上市 因為他其實現在都沒有分別 因為現在身上市 都很容易了 同樣的集資行力都沒有那麼高 因為市都沒有 他就駐進去,就當新上市 會計師當然不是保留意見 因為如果保留意見的話 即是證監就不會給他 但是Depid Web只看了保留意見 就沒有看到他 沒有雙倍出的那四天 政府是最新近況 所以他到最後就投訴 然後他就剛出了note 就是這樣 所以證明Depid Web 是overload到很重要 就是這個人 不斷依求其出 如果不是的話就不會殺錯 你說明新上市 即是新上市 即是洗淨了 代一間全新公司新上市 已經等於 重早上市 已經跟以前的關係切割了 大致上 以前的生意還有些在預業 但問題是 大部分的生意都已經是 新進了幾十萬餐廳 是以為他要跟他追討 就是我想問 他常常說 想不想中 想不想中 那些人會跟他的話 什麼樣呢 很難跟他追討 有勢力大 但首先我們一般 是一些古台外的人 我或是我身邊的人 其實對Depid Web有印象 我常常見到他 把騙局揭爆 那他就是超級英雄 他現在是幫市場提供更加清晰的資訊 令我們知道哪一隻東西是騙錢 或者是不應該碰的 你聽我說 DWB說的應該有百分之百九十是對的 你叫我講很坦白 說八九十是對的 但你說他做過一些迷茫股 他至少的關係是用了很多時間去搞的 所以很多人懷疑他一個集團去做 但是你說他很厲害 我又覺得如果他很厲害有些股票他都不應該去做 迷茫股是輸了一隻龍城先的 龍城我們應該大家都知道應該是不應該碰的 他不應該買了一隻手去貪責賬面上的便宜 我以為那隻股票很明顯是陷阱來的 但是他都中伏 我覺得他程度就 所以評價 至少他對世界股的認識不是那麼深 所以會中伏 但其實他久不久發放這些消息 如果是幫人幫人幫人 即是誰是炒世界股的 除了他自己都中了 他其實都很少炒的 那隻都不是很 即是會縱伏他 但他都買過一些世界股 但問題是他做的那樣東西 其實我想他也要求外國人 而世界股主要是中國人做的 但其實以我的理解 例如我身邊的朋友也好 可能好者的那些不會去買他的股票 中產會買世界股 其實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有人告訴你 聽消息 正常你一個中產 你哪會花那麼多時間去做功課 去發掘一隻有潛質的世界股 肯定是有人告訴你這些消息 你就盲推一堆錢下去 不是 而是因為其實這個世界上 我覺得這個心理狀況是一樣的 心理狀況是中產之所買世界股 自己人所知所買世界股 就是身邊的人賺了錢 那你怎會買樓 為何那麼貴你也買樓 因為身邊的人每個人都買樓 都賺了錢 即是說這個世界上只有一件事 心理狀況是比輸錢更加嚴重的 就是贏錢沒有自己分 這就是炒世界股 你身邊每個人都買的時候 你就一定會買的 那就是你就算不是 你不要說買世界股 你33000點去買騰訊 那你都覺得很大風險 那你買騰訊書 或者金融海銷的時候 那時候32000點去撲上去 你撲上去買什麼2628 都很危險 但是始終的心境是不同的 因為我有買過世界股 我沒有算中產 你不是聽過那些人消息 我當然聽過某些消息才買 我親身的經驗是什麼 你買大股 當然我覺得這個理解是不對的 譬如你說買通訊 它都可以跌到趴街 現在就是這樣 你心裏面總會覺得 不是這些很穩陣的公司 輸的股票 你記住 所有人輸死就是輸大賺 世價股很少輸死人 是非常之 因為你不會倒身家下去 你覺得那樣東西 這件事實際上輸得最厲害的 你令人跳樓燒炭的 是樓 然後第二厲害的就是藍籌股 世價股只有那些非常愚蠢 很沒有知識的價格 不是中產價格 很沒有價格的人輸 輸世界股輸身家 但是問題是 所以不邏輯的地方就是什麼 你會拿百多二百萬去買大藍籌 但是你只會拿幾萬元至十萬元去買一隻世價股 世價股輸極就是一個數 但是世價股輸的機會率 可能是 買進去跳進去輸的機會率 可能是七八成的 但是世價股會有發達的機會 我想買世價股 無端端發達賺到錢的機會率 是高於澳門的 我見過世價股無端端那些人贏了一堆錢 但是無端端那些人贏了很多錢 你可能帶十萬元本錢去 你是二十萬三萬元 你是二十秒二十百元 你可能帶十萬元本錢 無端端給人幾百萬或是怎麼 accred 你是沒有機會的 所以 世價股他 你有一個機會 即是說 但是那些人贏了賺到了的話 你乘下50口 還是10個19個都是輸的 或者真的19個 我要再講回 為甚麼我覺得中產是很少買世界股 因為買完世界股 你 palabtır你的心很不舒服 你可能隨時會 прив 視乎你的過程中產是何人 我認識很多中產都是世界孡 Research 是 的那些中產 譬如說你是學界 有學界比較知識 Already 但我又認識很多中產的 譬如是做保險的 或者是做模特兒 他們很喜歡買這些東西 做模特兒之後做起床 睡覺午餐 起床炒股票 因為他們應該這麼說 奉是生活的狀況 他自己都有些招不保值的狀況 就能夠承擔這種心理壓力嗎? 反正也是 他們自己每一天去到 其實中產也有很多種不同的 魚夫出去打魚 他說如果好天的時候 他就會打到阿羅 不好天的時候就吃白狗 連有錢、事額都虧了 在他心目中 買一些去做賭博 去投資金投資 在他來說沒有分別 通常你會投資一些這樣的人 他的生活本身都是這樣的 為什麼那些人會求神拜佛 通常求神拜佛很迷信那些人 他們不是那些 可能做明星 他們自己都無端端一招發達 一招做一個混蛋的 那些人 那些人 他們生活本身每天都在那裡做 做股學仔 那樣就賣了 例如澳門那些人 我有一個人是做賭股的 他說 我借你 跌了 他說不要緊 他說我炒賭股 他說我去澳門打個轉 這樣就升了十幾十個百分比 跟朋友說一下就可以了 澳門那些賭仔都很喜歡賣世界股 其實很多人在那裡覺得 Derryweb很英雄那些人 究竟那些人是不是 有沒有賣過世界股股的呢 當然沒有 那他們又不是同情的 那關是鬼事嗎 那香港是慣常的理由 你買不到王后菲的人 所以特別是可以 總之你被人搞到你買不到王后菲的人 我就開心了 我沒有買世界股 我當然想看有買世界股的人 這個真的很合理 這個完全是香港的共通價值 都不關什麼階層 總之我沒有買我就想看你死 所以Derryweb是英雄的原因 所以他就打殘世界股 我們大家做的一件事覺得很奇怪 就是做世界股 他的確是做了 因為我不是覺得他很高明 但是他認識一點 但是他就是 他很好的心機去做 所以大家以為他是一團人做 他很心機 就是他有些事情 他梳理了出來 那些事情是很心機的 但是有一件事 對於提升股票制設 是對他很有幫助 而他沒有做到 我們大家都不太明白的 就是他知道 將他的網站變成中文 是沒錯 大家知道 為什麼他做不做他 所以他只是服務西方人 其實他是不理的 所以你問我為什麼 我很奇怪 就是他好像只是服務外國人 他好像不是服務外國人的一杯股票 沒錯 他只是叫外國人不要貼入這個股票 他自己沒有 他轉成中文的打擊會很大 對於整個市場 大家應該說 世界股市場的莊家的 profit margin會少很多 如果專業一點的意見 但是他就沒有這樣做到 我們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另外當然 我們剛才也談過一個問題 究竟一個股票市場 是什麼為之健康呢 是不是沒有這些老千 我們就叫做一個最理想的市場 因為理想市場 很難說什麼叫理想 我只能說市場 如果好像Date Web Web 大家買了股票回來 然後不動 然後大家每個人都長期投資 然後股市應該收息 應該成交不到90% 然後香港股市就不用了 如果大家買回來 每個人都長期投資收息 大家都不交收 但他們就買回來 就買回來 然後換成實貨 他們的意思就是這樣 你們整天都這麼蠢 賣炒來炒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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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蠢的股民來講 每個人都會輸錢 我們是長期投資者 我們應該看一些PE 看一些基本因素 有資產 就是這樣做 買回來長期投資收息 成果在哪裡 可能理想就是 大部分人的贏錢 是可以做到的 但就沒有成交 但大部分人的輸錢 或者可能你贏了一輪 但是到了最後 其實現在輸錢股票 至少你跑輸大市的機會率是很高的 就是說 可能你買了股票 你長渣當然會贏 或者怎麼樣 但你跑輸大市的機會率 其實就是靠一堆 經常輸錢的人去維持 就好像一個外匯市場 所有的市場 或者是其次市場 或者是牽涉公居市場 整個金融市場 大部分的交易 都是賭博 而那些賭博的交易 我想先說 周顯大師有講過一件事 第一件事 經濟發展 是要由LUSA去承托的 你沒有一群人去輸錢 就不會有一個發位的機會 即是很穩定增長 但你高速增長 就只能不靠人輸錢 第二件事是牽涉到兩難 兩難的意思是 我們要一個沒有老千的 很老實的 很健康的 但是世界排名很低的金融市場 還是要一個充滿老千的 很危險的 但是它是世界排名前列的金融市場 應該不是老千 但你可以老千少些 但問題是他們輸錢的率 那個跌數 你輸錢的數 Rate是一樣的 即是沒有老千 你都是輸這麼多錢 你沒有分別 又不是老千的問題 而是那個 在市場上 Net loss 是多少 就是Net loss 你沒有老千 你都會輸錢 有波幅 你都是輸錢 其實有沒有老千 你都是輸這麼多 其實那個平衡點 是在 你有多少人會輸錢 如果輸錢的數 是不是replaceable 即是你賺了100元 你輸了70元下去 或者是有幾個人贏 幾個人輸 或者是十次 如果你要賭錢 賭十場 有四場 四場贏 六場輸 你會繼續賭 但你八場輸 兩場輸 你就不會賭 其實是那個輸的數目 即是原來一個數學比較 但是如果那個場 每一年是輸100億的 那你輸了100億 那你輸了100億 你的再生能力是多少 我想說一下 我對這一個看法 我明白他為何 他想殺光這些 古靈星怪在社會 他的看法就是 如果你要賭錢 那就過門了 因為金融市場 是讓人集資 讓人做生意 長期投資 這個我明白 我不明白 就是為什麼他 剛才你講了 欠生工具 籃等等 他不講 那些是賭錢 其實這個問題是這樣 我不能說他 但是大家覺得 你所在市場 應該這麼說 那些細價股 它有些賭法是很不公平的 即是你覺得 它們的額色是出錢的 OK 就是這樣 額色是灌完的 我當然試過 可以向下炒 對 額色是灌完的 不過所以就出錢 但是他輸了 他都賠給你 是這樣的世界 你買中了他 你都可以猜中 OK 這位是哥 歸賭馬的概念 他說 其實 他說做假馬 他說做馬 還要移賭 你猜中心理 他說如果你真正認識馬 你多難認識馬 又風速又什麼 我都這麼說 你多難認識馬 你研究匯豐給我看 你現在匯豐做什麼生意 你都不知道 現在銀行不只是全貸 全部做很多牽身工具 做很多在金融市場 興風作浪 全部的收入是很多元化的 匯豐你研究 你們買匯豐 這麼多人買匯豐 騰訊 你懂得條毛什麼騰訊 你閉上眼睹 但是賭場 他們賭得比較公平一些 這個賭場 應該這麼說 世價股的賭場 賭得比較不公平 整個方法比較不公平 他們覺得那個不公平 但是我當然會說 其實有很多事情 你見到美國 你見到美國 你見到美國很公平 其實更加不公平 就是這樣 你炒輸了 香港 你不是有公邮盒 有集資 有什麼樣的 集報交 是 美國不用 不給這些東西 給這些東西 沒什麼東西發生 美國有很多的 你炒完 你炒崩了 你知道兩個方法 炒爆了 第一個方法 你要再集中股票 你再炒一個 第二個方法 就是不離我出的另一隻 他會炒另一隻股票 其實兩個到達就變零 可以嗎 你炒爆了 我炒爆了 全部都散了 公司就已經倒閉了 所以其實美國人 你到達後 你行美國制度 如果香港就是炒爆了 炒爆了 但問題 你們覺得 大家拍手掌 那些 你至少以為莊家倒閉了 但其實莊家倒閉了 現在他買殼回來 他當然倒閉了 但問題 如果將來 他計算了一條數 計算了一條數之後 原來上市 然後上市幾多 集幾多 然後再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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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再問一個問題 這個時勢 是不是炒世價股很難炒呢 是不是不能炒 這個時勢是炒所有股票都很難炒 可以嗎 就是這樣 世價股當然 它的 volume 是小於普通南籃籌股很多 籃籌股永遠都是容易炒 世價股只打算刀著腳踏著樹 這樣 你只是希望炒搏 我不會說 世價股像是賣樂彩 賣樂彩贏的很難 好 這一節就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話題